大家好,我是杨丽 帅 比赛真的压力很大,每天写段子 而且我发现人啊,真的是这样 你平时也不努力 但经常会在特别不恰当的时候 突然努力起来 比如说我一写段子,我想说 好想看书啊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他会在等红灯的时候 突然醒悟,跟我说杨丽 别等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我说这大姐这过马路呢 你超什么急啊,你和阎王有个约会啊 就得抢这几秒 阎王也喜欢年轻一点的 真的,他不光珍惜时间 他还特别勇敢 我发现他过这么多年马路 他从来没有看过红绿灯 他都是看别人 他觉得别人能过 他也能过 所以他也不是怕死 他只是不想孤独地死 我懂 有一次我和他过马路 也是没有抬头 就那么直接过 然后这时候一辆车 卡几下车就停在我们脚边了 这个时候他说出了一句 我至今想起来都特别骄傲的话 他脱口而出 他说 刚才是谁戴的头 那样说 他好有逻辑啊 他一下就知道问题的源头出在哪里 他就知道出事了 该怪谁 后来呢 我也来说脱口秀了嘛 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希望他还活着 就这两年呢 确实也尝试了一些 其他类型的工作 比如说 我还去客串了几部戏 然后 然后我发现 这些工作 特别不利于我说脱口秀 因为外边的演员 都长得太帅了 真的 你搞得我现在根本不想说脱口秀 回来看的这些脱口秀演员 都特别不耐烦 你知道吗 连庞博跟我说话我都爱搭不理的 我说 我说 这谁啊 好平庸的一个男人啊 真的 和帅哥一起工作 你知道 我演了几个戏以后 我才发现 我真的很佩服专业的演员 人都说像我这种不专业的演员 入戏很难 我演过才知道 出戏更难 因为演员 看别人的眼神 都特别专注 你知道吗 经常是他刚跟我说 你好 然后我就 完了 他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 回来以后就不想干 就想演戏 跟导演说 导演我太爱演戏了 每天查不死 他们想就想演戏 你说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戏痴啊 导演说 不是 你这就是常见的花痴 他说 看你对帅哥这个态度 脱口秀都是别人写的吧 我现在 确实性格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前两天 我跟一些演员朋友们吃饭嘛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杨丽 你现在 有点油腻了 我想说 我没有 我啥也没干啊 就只不过他说 要敬我一杯酒 然后我就说 就干净啊 我说点啥 油腻吗 油腻就油腻吧 我也想开了 我要拥抱油腻 清新之日 愉悦了别人 委屈了自己 油腻不光让自己很舒适 还让别人很难受啊 所以我现在每天没别的 就想变油腻 每天没事就在家对着镜子许愿啊 说魔镜 魔镜 你说谁是世界上最油腻的女人 不仅在动作上 在言谈举止和思想水平 这方面我也得跟上 所以现在李淡阿成路有什么酒局 我都不让他们去 我去 人家是替父从军 我是替哥参局 谁说女子不如男 到时候我就摇着一杯红酒水 这个刘大哥讲话啊 李太偏 来来来 坐在丽姐旁边 这个脱口秀啊 我擅长 想当年 姐在脱口秀大会 那也是叱咤风云 谁看了不得说一个这个 来 你看姐心盘这串 亮不亮 就像你的头顶一样 幽默吧我 我真的觉得 我这才真正的 我要是会这个 你说我在社会上过得多好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就是不够油腻 等有一天我真的油腻了 我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我刚才就直接改名 我不叫杨丽了 我就叫杨腻 杨腻 所以我最喜欢湖南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现在就叫我杨腻 杨腻你好 你嗨哦 然后我就 懂我 你知道我为了练这个动作 看了多少视频吗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 你知道他们的动作真的好多哦 他们不光有 这个还有那种 就是那种 动作特别多 但你让人看得特别猛 我特别想教训的时候 你说你给我老实点 你知道 不是他为什么 你知道看这种视频 你手机就会不自觉地 越拿越远 你知道 好像如果这样 他不小心 就是跳出来的话 你比较容易能躲开 你知道 然后你有的时候看一会儿 你还要歇一会儿 说 就是让人又爱又恨 欲罢不能 在现在这种作品 已经不多了 除了我的脱口秀 所以呢 希望大家没事 除了看油腻视频以外 也多看看我的脱口秀吧 谢谢大家 我是妮妮